各位 马来西亚又有一个新的电动车 叫做 Spart Hashtag One 就在我后面 很美耶 我自己看我觉得很像Mini 但是人家是Mercedes 试驾去 这个就是它的车锁匙 开车 你看这个是Frameless的Window 无边框 所以比较厚 因为它要做隔音 所以会做比较厚一点点 会不会驾到手啊 然后 你手放这边就一定会驾到 然后OK 所以左边这边是Signal Turn 右边这边就是我们开车啦 为什么会在右边 通常在左边的我 要马在这边了 要马在左边了 它在右边了 上车之后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它这边是镂空的 所以女孩子的话是可以放Back 很好耶这个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 破窗拿Toeback的事情发生 如果是Driver的话 就是我要从旁边调 如果是我隔壁的这个人的话 然后就直接从screen这边调就可以 你看它的steering Smart的logo 很明显 我发现整个车到处都有这个Smart的logo 在车外面也有车里面有到处都有 In case 你们不知道 Smart其实是Mercedes旗下的电动车品牌 小车系列 现在我们就 轰轰出发 我放低了没有 低了 OK 这个steering很chick耶 前一点前一点 女孩子开车要很前 嗯 哦 360 camera 有一点心动耶 我觉得它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很想买mini google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它这款很像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讲 因为它是Mercedes系列的啦 但是它整个外形是蛮像的 然后很漂亮 有点可爱 中间又带一点 比较 比较 有EV的感觉 对 科技感一点 所以你看它这里哦 其实 它有点看起来像 Tesla 但是它不是Tesla的那个系统 它有点像 Mercedes 它们的那个安全系统 它其实就是协助你哦 能够保持在那个马路上面 那条路上 所以我现在去旁边 它都会跟我回来啊 啊 如果你set了之后 是它会帮你调回来 哦 或者是它会有一种提醒 就是说 比如你在highway上面 你要set 两辆车 跟前面的车是隔开 两辆车的距离 或者三辆车的距离 就提醒你 因为它刚才可能 驾车哦 有点快慢快慢 那个车就觉得 你是不是在打瞌睡 它打瞌睡哦 它就直接那个Aircon 它就直接提高 它直接开最大的Aircon 吹我醒 就狠狠吹醒你 吹在我的脸上 我就是很冷啊 要给我醒啊 直接 Hello Smar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next? 呃 Open Sunroof OK 哦 开了 开了开了 因为它的镜子会自动调多 我一退货的时候 它的镜子自动调下一点 哦 它方便你看angle 啊 对 它就调下我看地上的线 set the fan speed at one OK minimum fan speed 哦 差点结冰了啊 终于小了啊 ک 可以下方转至你 h 开门 啊 对 就照我 喂 发了 听说的 开霧 开门 对 开门 大冷嘲的那个声音 哦很大声的 但是它关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几乎听不到 隔音是算满好的 哇你买这两门出去拍摄的 不用怕吵 然后它的这个 Sunroof 我跟你讲 很大一下啦 虽然是没有 Tesla 那么大啦 但是它已经是可以追得到了 我觉得非常大 重点它比 Tesla 好的地方是 它可以关起来 哎我不用另外自己弄 你看 整个关到完 像 Tesla 的它是要另外 去自己安装的 上面这个灯哦 它是 Touchscreen 开的 Touchscreen 关的 很多车都是 Touchscreen 的 蛤真的啊 我安装没有哦 不要闹啊 我安装才会比 对 我跟你讲这个很夸张 This one is a Chiller 啊 它讲 这边竟然是一个冰箱 我现在伸手进去是非常冷的 就是给女孩子放水 然后你这边 Hit Adjust 温度 它不是叫冰箱吧 应该叫薄冷箱 Chiller 很夸张诶 这个可以放我的可乐进去了 这个就是放水的啦 放水的 然后这个是 Wireless Charging 充手机的 然后看到吗 Type C 耶 对 啊 OK 它整个 Dashboard 其实是蛮高级的 你看它这边是皮革 而且有缝线的 然后下面是钢琴烤琴 中间这边它有做一个 是灯条位吗 灯条的啊 灯条我们就可以 Ambian light的啊 Ambian light Ambian light OK 它这边就可以调各种颜色 哦 变色啊 看到吗 蓝色 我看到 我看到 然后还有 Brightness 那现在这两是Premium的吗 大概也是有讲 你看它的Speaker Beats 哦 真的哦 哦 镜子位置 登登 有灯 OK啦 其实不要大惊小怪 为什么我会大惊小怪 因为我阿虾没有 哈哈哈 私家王弟 突然觉得很良好 那你不用stop车啊 他刚才是讲 我关门 然后放车啊 就已经hob engine了 我不用hob了 连sup mirror都关完了 自己关的 OK 刚刚我们就已经试驾完了 现在回来看它的外观到底长怎样 首先你看这边 一体是贯穿的车头灯 就是当我set engine的时候 它是整排一起亮的 然后中间是它的smart的logo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风潮设计 然后它这个整体的车的大小哦 其实我觉得跟 Mini Cooper的countryman是蛮像的 就是SUV的那个segment来的 然后这个rim是19寸的一个rim 然后是这个形状来的 还蛮不错 它就是这种隐藏式的门把 怎样开呢 手这边按下去 这边拉住就已经开了 我觉得可能对不习惯的人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因为真的蛮难开的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很明显做两个tone的 就是黑色加白色 很粗的黑边 到后面延续下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smart的logo 有点像pokémongoo的感觉 刹车手势会亮的 Ok boot的空间其实就这个size 很开心 等一下给人吧 等一下给人吧 看一下后座 我要顾及我父母的坐感 哦 它这边有ambient light就是好 我一开门我就看到很多灯 然后它这边哦 踩脚的位 也是有灯的 就是smart的灯 还蛮舒服 讲真的真的舒服 然后它正点这个位置是可以 因为它是车头顶高啊 这边真的高 什么位置啊 你看这么高 然后还可以adjust的 哦 whole seat都可以adjust啊 能躺吗 然后旁边这个也可以 能躺吗 就到这边咯 其实已经蛮些了 因为有一些车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可以到这样子 后座也是beats的喇叭 试驾完毕啦 其实一切我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我刚才问的 SF它的价钱是220千 是贵的啦 但是人家毕竟 是mercedes嘛 这样几时可以拿出来 现在booking的话 今年年尾之前 大概11月左右 就可以拿到车了啦 好啦 就这样先试驾完毕 我们下次再去test别的车